innen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Zag&Windy 频道 我是Zag 今天呢 Windy 没有在这边做拍摄 是因为他有点事情 所以 这一期影片将由我独挑大量来完成 今天呢 我们要来做的影片是二手房开箱 现在呢 其实我是位于古来的富人区 也就是IOI 的附近 今天要开箱的二手房呢 房款呢是叫做 Aralia 是一间双层的半独立室 首先呢就来给你们一些基本的资料吧 这间双层半独立室呢 它有五家一房 五间厕所 占地面积呢是40x85 Buildat是3732sqft International Lock 然后是全新的 虽然讲是二手 但是是完完全全新的 还有呢这个趋势属于Gater & Guard的 然后也是有保安巡逻的 就好像我刚进来的时候 在register时候 需要交你的资料 进到来了过后 还有另外一个保安呢 会驾着摩托在那边等 我们这些visitor的到来 确定我们是visitor 他才可以离开 所以是蛮严谨的 那现在呢就来开箱这个房子的屋况 给你们看 Let's go 今天呢由于我一个人 所以全城都会以第一视角来跟你们解释 OK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大门 大门它是摆杠跟木组成的 不是自动的 它是手动的 如果要装自动门的话 是有预留了这个店员给你们做的 OK 全部都一定是按好的 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车房 车房哦 这样子看上去对不对 可以停至少三到四辆车啦 小辆的话四辆是一定挤得进的 这里呢就是大门 大门一进下去就有一个悬挂 给做一个partition 这边就是客厅啦 客厅的话它预留的插座全部都在这个部分 也就讲你的电视机啊 影响系统啊都可以放在这边 沙发可以放这边 这边可以当做是饭厅 这边可以做成一个吧台啊 因为它有预留一个水龙头的位置在这边 所以这边可以做成一个吧台 再来呢这个全新的unit哦 它是还没有装灯的 可以看到很多电线头都在这边 冷气这边可以装一台冷气 这里也可以装一台冷气 这里是下面的房间 采光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哦 设计是这样子的 一开门就可以出到外面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下面的厕所呢 这里呢就是下面房的厕所 它是连接到外面去的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里全部都是原装的 可以看到有镜子啊 洗脸盆 马桶还有一个shower screen 是全新的其实 你看纸带都还没有拆的 再来呢这里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湿厨房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干厨房 越好越有越有一个水龙头在这边嘛 这些呢都可以依据你自己喜欢的设计去做 后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 封起来过后呢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indoor的感觉 这里可以做工人房 这是下面的另外一间房 五家一房嘛 所以呢这边可以做工人房 又或者是store room 旁边呢有一个厕所 接下来这边就是后院了 后院也是相当的大哦 这边是旁边 旁边可以做成一个花园的感觉 这里也是可以做成储藏室 而且哦它空间是非常大 电房就在这边 看 因为里面呢是楼梯上去的 然后这边通常都是有一个位置夺出来的 可以把它做成储藏室 现在呢我们就上楼看一看 踩光非常好 看到吗 它在这边呢有预留了一个位置 是让阳光可以射进来的 所以它踩光是非常明亮 因为通常呢屋子的楼梯这个部分哦 都是相当阴暗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 整体物质感觉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上楼看 所以呢一上到来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这边呢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中厅啊 又或者是书房都ok的 我们先去看主人房 主人房呢拆光也是相当的好哦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 你们看到那阳光从那边射进来 ok 顺便来给你们讲一下 它的方向哦是朝东北的 东北 它是位于东北的中间 再来呢 阳台一出去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 呀 非常的chill ok 厕所在这边 厕所也是一样的哦 有最基本的这些马桶啊 洗脸盆啊 镜子 shower screen 以及浴缸 ok 全部都是original 再来我们就去另外一间房间 ok 这个算是二房啦 采光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好 厕所 ok 二房的厕所 也是一样有shower screen 以及一些基本的这些 全部都是安装给你们了的 第三间房间 一样的采光非常的好 第三间房间 它可以通到去 第四间房间的 它这边还有一个floor的感觉 ok 厕所其实在这边 这个floor这边呢 有镜子 洗脸盆 厕所在这里 shower screen 跟马桶 然后这边是通去第四间房的 ok 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比较有privacy 就是它厕所不是直接在这边的 ok 它这边会经过一个floor才去到厕所 这是它的touch 全部都是比较大片的 还有它的木门 都是很solid的 它所用的这些button 还有它的窗口 隔音其实非常的好 ok 我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 你看 它用的这个隔音的窗口是蛮不错的 material算是ok的 关掉了就其实没有什么听得到外面的声音 再来就是它厕所的material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啦 我给你看 就像酒店的感觉 镜子 我用的这种水龙头的材质 你看 它款式 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呢 我是想让你们看到啦 小位screen 还有它用的门 拉门 也是蛮有quality的 好吧 ok 所以呢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还有这个双层半渡屁哦 它是永久低气的 它的确切地点哦 我该一路进来啦 它是属于这边的最尾巴啦 所以相对的会比较安静一点 那现在呢就让你们去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让你们知道一下 医师住行到底有什么选项 ok 那我的旁边呢 就是正前方 你们现在所看的位置哦 就是高尔夫球场来的 因为在这个富人区呢 它就在 IOI Plum Resolve & Country Club的隔壁而已 过后一出道来不到两分钟啦 ok 我们在1U 这里呢就是Plum Villa Clubhouse 也是Sport Complex Clubhouse在前面 然后运动场就是在这里 左边 在这Clubhouse里面哦 它会有网球场啊 泳池啊 小孩子的配合途 有Gymes 还有Soudna 那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古来人嘛 所以呢我对这边周遭的环境哦 是相对比较熟悉的 首先我们就来讲它靠近什么地方了 第一就是它非常靠近IoI Mall 再来就是它靠近古来的Aeon 跟着呢就是JPO 全部的车程哦 都是介于大概一个5到10分钟而已 而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 就可能四奶机场 一个20分钟 JB Area 去到CIQ也大概一个半个小时 去Second Link的话 另外一条路处 也是介于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 这样子 依据路况啦 所以这里哦对我来讲去哪里啦 只要拿一个半个小时前来算哦 对我来讲算是四通八达 而且如果你要讲衣食住行的话 食这一方面 吃的方面呢 有蛮多个商圈的 首先先讲靠近Aralia的附近啦 OK IoI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商圈 是可以吃东西的 但是选择可能不多 如果要多一点选择的话 就要去到Aryon的附近那一带 就是有美神的商圈 再远一点点 也是不到5分钟的车程 Vervo City OK 就是靠近古来工业区的那个地段啦 现在哦 也逐渐越开越多店了 有酒吧 有restaurant啊 有小贩中心等等等 很多商家呢 都已经在那边陆陆续续的开始营业了 所以衣食住行相对来讲是非常的方便的 而且因为我之前 也是在新加坡工作嘛 所以对我来讲 那半个小时的车程哦 并不会太远啦 这个是依据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可能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也是有很多哦 都是这样子来回的 就从古来然后去到新加坡 做工都会来回 有很多这样子的case 我知道有很多car pool 再就是呢 我觉得屋况是保养到蛮好的 因为可能没有人住过的关系嘛 虽然讲是二手 但实际上呢 是完完全全新的 拿到了锁石 装了灯 装了电器 其实就可以直接入住了的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 跟新的物质是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 so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这间房子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还有就是在看影片里面 如果你们是有想要买房啊 或者是想要租房 又或者你是物主 你有房子要卖 或者你有房子要租 你都可以点击影片底下描述你的链接 联系我们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因为真的是我首次独挑大梁 去做这样子的开箱 喜欢的话就给个赞 还有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们的话 就订阅一下 因为订阅是免费的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